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 他对冒充他的作品还有假画的人 他毫不在乎 他说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 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是西班牙人 我不和老朋友为难 而且那些鉴定师他们也要吃饭了 而我什么都没吃亏 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 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 一个不经意的宽容 或有意的谦让 能让你舒怀 让别人幸福 这就叫以德夫人 来吧 来吧 再次参加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